台湾第一餐 果然是御元王 這個應該不太像御元的 這個很像我們小時候 在吃那個底檔好不好 蛋檔市場面的合成 它的時間長效在 4年左右 4年 要10年 我們一般看的泰國蝦是一樣的 超過6個月至8個月 6、2、4個 一般的超過阿貝拉 看完那個這個就是什麼 蝦米是嗎 蝦米喔 這個好像是各大蝦場的地 帶人軟 不要猶豫了 拿來換 每個釣蝦場我都禁用 很棒耶 而且我跟你講是有吃重收的 有吃到的 真的吃耶 真的吃耶 這就是妳做的 對 它叫做 這是 超香的 我沒有吃過三杯的泰國蝦 不然我們就吃三杯雞 三杯厚收嘛 好 超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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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剝的也是 我再洗乾淨的 好 金山因為靠海風多 雨多 加上陽明山系泉水灌溉 種出來的地瓜質地細膩 特別的香甜好吃 但你知道在金山 有號稱全台最好吃的 跳石芋頭嗎 但因為產量有限 只有內行人才知道 透過達人巧手做出來的芋圓 個頭還能稱霸全台 所以金山有名的 到底是地瓜還是芋頭 金山的地瓜跟芋頭 都非常非常容易吃 真的嗎 怎麼說 聽說金山的芋頭 是要內行人才會吃的 對 金山芋頭 它產季非常非常短 只有一個月而已 只有一個月 採收一次而已 對 那為什麼 金山下雨下這麼多 照理才說 雨水豐沛的情況下 它的座物應該要其實很好種 因為芋頭其實算是水田 對啊 對啊 因為我們這邊就是 溫差太大 所以我們到冬天 東北季風一進來的時候 是完全沒有辦法控制 對 你們這邊是迎接東北季風的第一房間 沒錯 一種進來的東北季風超冷 我們直接碰面對決這樣子 對啊 那在這邊的金山最高的山 有什麼地方 其實是最高的山 哇 還真不知道耶 就陽明山吧 其實金山這邊的二度最二級 非常多啦 然後還有年輕人就是都外流 他完全不想要就是在金山有著工作 話韓我 對 然後我完全沒有想過 就要來這邊工作 對 那為什麼也會想來這邊 就是 回來之後就是金屬得理 因為要幫家裡 所以在這裡工作 那留下來之後發現 人才是真的少 真的沒有人才 然後要就業的人也去做 那二度就業副理師蠻多 那要怎麼樣去找到 適合他們的工作 我們今天第一台修士的話 可能會不會有些失業 對 那 既然人可以做的事情 而且做得可以 其實就漂亮了 那我們為什麼不把它 做得更好 對 是用這種想法來去支援 哦 所以你也是為了要提供給 很多人在有的就業機會 沒錯 是哦 其實蠻複合的 如果照著台灣想到 他們每天在這裡要削多久 一點 我們每天 削地瓜大概要削半天 四個小時 每天要處理幾百斤的地窗 那其實二度就業婦 就是我們媽媽 他們對你這種削地瓜 是特別厲害的 他可能特別會削 特別會挖洞 特別會知道怎麼出處 反正我們都年輕人 這種工作就門只會去 對啊 我就是看 我就是 我去一個 他已經去了十個 他已經去了十個 對 他們第一個是不是快 第二個就是又認真工作 因為他們也會覺得 這份工作非常非常難 別看市中年紀輕輕 想法卻很成熟 為了照顧家人 結束澳洲打工遊學的行程 回家接手業績下滑的冰店 為了挽救生意 他使用在地的農產品 找來當地的婆婆媽媽一起工作 純手工製作的芋圓 地瓜圓 因為巨大的外型成為話題 更因為捨得用料做出口碑 成功找回人潮與前潮 好香喔 對 這個就是 芋頭的香味真的是 芋頭直接加一些粉下去 做成這個芋圓的原料 對 所以我現在把它搓成怎樣 搓成長雕形給他用 基本上我們一圓 一開始搓長雕的話 你先拿起來看一下 上面會有很多皺紋 對啊 因為你沒有先做一個揉捏的動作 對 我必須要先做一下揉捏 讓它有一個筋性出來比較軟一點 軟一點的時候呢 我們再把它搓成圓圓的形狀 你什麼時候發現這個 什麼時候發現這個 這個是我爸以前教我的 哈哈哈哈 又是一個古老的字 對 這是傳承下來的 好 那我們下來之後 我們要先搓成圓形 你如果直接搓成長雕形 一樣不會好看喔 對 那我們把它搓圓 圓形 搓圓之後我們要讓表面 越來越光滑 對 越圓三光 腳面光滑 最漂亮 對 不要有太多的皺紋 皺紋 有皺紋就是不好看 你如果皺紋太多 你煮下去會容易 裂開來 真的喔 像你剛剛這邊啊 就是不夠光滑 對 所以你就會有一個 這一個的形狀 那這一間你基本上 等一下就不能用了 真的喔 對 所以我們 對 稍微往前拖 哈哈哈哈 這樣比較簡單 我好像在中間什麼都不能做 只能幫忙傳遞 傳遞香火的感覺而已 然後他就給我 來 正常一來我們要先 新人要做一個鼓勵火 嗯 揉這個病 對 然後把它揉揉揉之後 我來揉我來揉 然後切一半給我 然後我來搓成長條給他 喔 我們像一條生產線一樣 所以你剛剛是做了兩份工作 對 我剛剛做了兩份工作 果然 果然去過澳洲 這個叫做什麼 打工換書的人 Walking holiday的人 可能會比較 吃苦耐勞一點 嗯 吃苦跟吃薄 這句話在現在這個階段 以前已經很少聽到 而且我們做預言 有些人看一下 因為這其實很輕鬆 在這邊吹人 對 但實際上你在這邊 坐八個小時 你自己有在運動嗎 對 你不覺得說起來很輕鬆 我昨天很輕鬆 很輕鬆 真的嗎 哈哈哈哈 其實我反而是 因為它這個東西 就是比較紮實 就是我們在麵盤這裡面 真的是比較硬 那我們更加比較多的 電視器去揉它 把它揉到一個比較好的狀態 然後你再放旁邊說真的 上面才可以 下面的感覺 好 為了增加當地居民的就業機會 即使已經開了多家分店 市中還是堅持純手工製作 遇上食材產季 也盡量以在地種植為主 就是為了要 回饋當地農民的辛苦 這一顆顆巨無霸芋圓 蘊藏著市中 對金山滿滿的愛 吃起來肯定是更加美味 果然是芋圓王耶 你這個應該不太像芋圓了耶 就是大顆板的意義 我自己本人比較大隻嘛 我喜歡吃一些 口感比較豐厚一點的感覺 這個很像什麼你知道嗎 這很像我們小時候在吃那個 就雞腸你知道嗎 小了還雞腸 就像肉粽一樣 鹽粽啦 然後再來感覺 這樣在吃那個蘿蔔糕 它的大小已經不太像是 我們以前小時候吃到那種芋圓 可能一顆一個 一個拇指一截的感覺 大概是三大四顆 芋圓的一些合成體 太棒了吧 吃看喔 然後攪久一點 攪到十幾下的時候 它的香氣才會噴出來 有耶 芋頭香 很香很香很香 因為我們是手工做的 而且它裡面有那個 芋頭的腔 對 纖維還在 它不會說都不見了 沒錯 因為就是手工的關係 所以保留了它原始的一些纖維在裡面 機器做就不會有了 機器如果你攪得太細啊 或者是做的話 就比較不會那麼好 噢 口感不會那麼好 手工的口感一定還是 用機器做出來的方式 嗯 我都不知道 我到底是因為 前面跟你聊完的那一大塊鐵 然後一吃下去以後 就開始吃到一些 你的故事 跟你的回憶 跟我對金山原來不知道的東西 我開始咬下去的時候 這東西是金山有的 但是是透過一個年輕人 他自己出去這樣吃苦耐 然後繞了一圈以後 又回到他的家鄉來做了 然後芋頭 原來做了 金山的芋頭這麼好吃 我不知道 金山芋頭 我以前不知道金山芋頭是這麼有名的 我以前只知道說 我吃過的芋頭 大概就是 藍芋的芋頭 很舒服 很好吃 但我想也差不多是同樣感覺 是因為藍芋頭 它是在海邊 它的鹽分比較好 那像我們在梯田這邊的芋頭 也是因為鹽分高的 沒錯 梯田這邊的芋頭最好吃 像我們梯田在山裡面種的 就不好吃 是喔 黑色這是什麼 黑色是我們自己煮的仙草 仙草 然後我們做的是 比較view牌一點 像羅東的口感 這芋頭真的好吃 我發現你一方面 也是不惜成本在做 然後聽你講的那樣故事 也發生說 其實你是想要讓在地 有一些多的就業機 你自己回來就業了 那你也要把人都拉進來 那我覺得你也是在找飯 希望可以保留 更多人才的食材 好吃 所以下次來金山 這不是只有老街可以去 你也可以在附近碰的話 也許你有沒有發現 跟我一樣 我沒有發現 原來天田的芋頭 是這麼好吃 今天來找你 我覺得也滿開心的 不過我覺得金山 也就像一個生活圈很棒 金山其實不大 金山就是一個 你說北岸這邊的一個中氣站 大家會停下來就去 那不大的情況下 你們又有很多很好的聯繫 我覺得這也是在一個 比如說金山小 金山其實也不行 金山有的東西其實也滿公平的 尤其是它的人與人的聯繫 是我現在在整個城市裡 少見的 很開心 很開心今天來找你 很開心 謝謝 謝謝 我真的有多久 來 全台最大的巨無霸芋圓 用四倍大的份量吸引遊客目光 用真材實料征服大家的味蕾 因為材料單純 一口咬下就能吃到 地瓜與芋頭的天然香氣 搭配Q彈有勁的口感 甜而不膩的美味 是下次來到金山不可錯過的好味道 釣蝦場 你知不知道 釣魚這件事情 我很爛沒有錯 但是釣蝦耶 我跟... 我跟... 我跟這個桌子差不多高的時候 我就可以拿釣竿了 你知道嗎 釣蝦耶 走 通常釣蝦都是這樣子的 你一定會約半來 因為約來 有時候在等的時間 你可以聊聊天 但我今天是被約來的 我被誰約來的 你知道嗎 你被... 他... Let's go 哈囉 嗨 嗨 終於約到你了耶 你真的就約我來釣蝦 上一次釣魚那個東西是 你知道我很爛沒有錯 但釣蝦其實我不爛耶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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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要來挑戰釣蝦 對... 不會... 今天要來挑戰釣蝦 你... 你釣有沒有啊 我看一下... 還沒有... 還沒有... 你來這裡幾個小時了 到現在還沒有 莫急莫慌 莫害怕 莫害怕 對... 這個釣蝦場為什麼 這個釣蝦場 這個釣蝦場 為什麼你會約在這裡 這個釣蝦 因為他們有超級大的工廈 超大的工廈 他的工廈非常的大 有多大 我看網路上 有沒有我這麼大 我覺得差不多 手臂啦 差不多大 有嗎 有這麼大的嗎 他真的啊 他有到... 欸 發兩家 12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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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專業的來 欸 童安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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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也是剛好是我朋友 對 這剛好也是我朋友 這麼巧啊 剛好也是朋友 沒有 然後我們今天有蝦可以釣嗎 很多 為什麼你有這麼大的蝦 我不知道 那個也是我們 全台唯一的 那我們本店的活體泰國蝦 功不應求啦 這麼大 對 握不起來的大 就是這麼大也有 怎麼可能 龍蝦 真的 真的假的 釣蝦是我們這邊的部位 可以問他 對 為什麼覺得好像 跟釣竿有關的東西 我知道得越來越少 這不好笑 我們來一次看看好不好 真的有 沒問題 先來看看 好 先看我們的目標物在哪裡 等一下再來拿拿拿拿拿拿拿 好的 不好 好 沒問題 他的時間長要在 四年左右 四年要四年 那我們一般看的泰國蝦是養體 差不多六個月至八個月 六兩四個人 已經搬得超多巴貝的 看完那個這個就是什麼 蝦米是嗎 蝦米是嗎 蝦米喔 等一下 你這個是公讀生在裡面吧 他是公讀生吧 這太大了吧 好大 糟哥 我們要老爸吧 是不是那麼誇張 來 你的手 你的手聽聽看 真的這麼大一隻耶 你那個手應該這麼誇張 你那個手應該這麼誇張 這個 都快到地下了 這太大了吧 真的很大 為什麼我以前釣蝦 大家沒有看過這種蝦 這個就是我們本店的創作品 也是唯一 對 全台灣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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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體的 它差不多那麼大應該都是太多少 對 這個基本上養的時候 它就是這麼大了 還是多了 它的時間長效在四年左右 四年要四年 那我們一般看的泰國蝦是養子 差不多六個月至八個月 六個月至八個月 一般就是我們一般在釣的地方 對 一般市面上能買到的 對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到底有多重 跟我們一般釣的蝦 重量 好 好不好 你拿一般小母蝦 等一下 從上面 六兩四 六兩 六兩四 等於一般的差不多八倍大 三個八倍大 十倍是八倍 我只要拿一隻八兩 拿得相當快半斤的耶 拿一隻小母蝦來品嘗 好啊 它兩個好濕的 對 好 好 來 熊母蝦來看 好 來 熊母蝦往上 對不對 一般我們在釣的 這是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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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啦 看完那個這個就是什麼 蝦米是嗎 蝦米喔 這是蝦米嗎 怎麼這麼小 好啦... 你看一下重量好了嗎 對 比較好敷衍喔 你剛剛有看不行嗎 不到一兩 我的天啊 六倍 六倍了啦 一般的釣的釣 對 那這個相對成本比較高 對 那它也相對比較貴 對 那你怎麼會開放 但是在釣蝦石裡面 它的價錢呢 就是乾燥的時間價錢呢 也比較高一點 比較高一點 對 正常的 正常的 那它吃的有比較好嗎 可能吃 山山吃漢堡吧 對 沒有也是正常養殖 就是正常養殖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釣這個 可以啊 我們要釣這個 彎一下 彎一下 可是要小心耶 彎一下 釣這個才好玩 要小心你的竿子喔 我曾經 北部的釣蝦紀錄好了 曾經我在拍大醫院小醫師的時候 中間有一個空檔 因為藍正榮NG太久了 所以我們 不要放釣蝦 我們就跑去釣蝦了 OK 沒有 我們那個時候幾個演員 我啦 藍正榮 國畢 志祥 我們都是在比NG 比久的 今天只要一去看他 看到王小弟老師 在那邊一直抓頭有沒有 不OK 我們就說 我們可以去釣蝦了 對 我曾經利用了這個空檔 四個小時的時間 我跑到樓外中間去釣 OK 我才釣一個小時 到現在都還沒有破過這個機 那你就沒再釣了 對 我就沒再釣了 對 就那次 這個不能再釣了 再釣就破壞這個機器 對 所以你真的要讓我釣 對 沒問題 我是很有機會釣到的 玩一下 可是真的你的竿 比較小心會斷掉 對 反正今天不是我的 你有在竿子吧 有在竿子 好 那就好 對 就是斷掉算我的 就是 好 走 OK 來去PK一下 當小蝦米對上大蝦宮 果真讓人大開眼界 羅漢哥說 一般的泰國蝦飼養時間 大約為半年 平均重量一兩多 而我們要挑戰的大蝦宮 養殖時間至少四年 重點是 這些大蝦宮的數量非常稀有 得先動用人脈 跟南部各大養殖場預定 可說是釣蝦界中 釣一隻就少一隻的夢幻液體大 這邊學用的耳料呢 是參通耳料 我 雞肝 雞肝 對 妳呢 妳用什麼 我用豬肉 為什麼妳有那個粉 就是它其實香香的粉會很香 真的嗎 對啊 借我用一點好不好 你這個味道已經夠了 真的嗎 對啊 借我用一點點 倒出來一點 倒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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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是雞肝物力不到溼透 對 然後還有我還要跟妳借東西 有沒有看過一個來釣蝦 一直跟人家借東西的 有啊 妳嗎 妳的水深借我量一下 可是妳是長短狗 沒關係 現在就量第二狗 不是啊 我沒有長短 我就不是長短狗的水深棒 跟妳啊 跟妳 妳的 妳的拉起來 沒有 對雪深 我就不用量了 我對妳的就好啦 對一下 等一下 因為太高了 好 我拉下來 所以妳要再高一點 我們要再高一點嗎 妳要對島豆吧 對 妳要對那個島豆 下面橘色的島豆 所以妳要高一點 而且啊 因為我們現在要釣的是大空巷 對 大空巷它的頭很長 對 想想它頭很大的時候 它離地會比較遠 對 它的秘食力是像往前走持嘛 它離地遠 所以我們現在要釣得比較遠 因為你看 對我的時候太多了 沒有 因為我沒有釣過這種 我以前 剛才說都是釣那種蝦米 黑米啊 對 黑米 現在它頭會抬一點點 會離地比較遠 離地比較遠 所以妳剛剛叫我往上再拉一點 對 再往上拉一點 對 再往上拉一點 氣力會高級 好 來囉 來囉 看到底是很好吃 而且妳用那個雞肝那裡 對啊 雞肝是好釣的嗎 雞肝是不錯的啊 真的嗎 他們喜歡這種比較新的嗎 所以妳來釣的時候 妳上次釣幾隻嗎 我上次一小時才三隻 再一次這一隻 真的嗎 因為大公餐真的沒那麼好看 不好釣嗎 不是 是我放釣很多隻的 為什麼 往去拉的時候它在前面就噴掉了 它太重了 我們的蝦乾有些 沒辦法撕得到那麼重 妳今天有帶比較強的嗎 我今天帶硬桿 我算硬嘛 好 那就好 不要怕斷掉算老闆的 真的喔 他有說 妳放心 羅漢哥不會不打狂語的 他說的他就一定會做到 對 我相信 沒有 沒有 所以釣蝦對妳來說 驚豔是怎樣 妳覺得怎麼樣 會有機會釣到 種蝦率高 其實我覺得很多是看場子耶 這一個場子不擔心 對 蝦有量 結果真的不擔心 沒錯 一般釣蝦場的放蝦數量 會按照當時竿子的數量比例 去做分配 而羅漢哥的釣蝦場 每個整點會固定放蝦一次 蝦有量就不用擔心 剩下的就是個人技巧和運氣囉 唉唷 唉唷 唉真的沒有訊號耶 訊號比較少啦 因為大人 你想啊 他 一般六個月你就打不到 騙得到 美國了14年他有怎麼聰明 但是他平常也沒有被騙過啊 有道理耶 對不對 真的 對啊 又不像是對不對 被騙多了 然後還沒在後面痘痘痘掉 其實假日齁 說實在 來這樣的釣蝦場 做一個上午一個下午 其實也蠻秋的 真的 對啊 但是如果沒釣到 會被人秋 不會 沒釣到就秋不出來 沒釣到就秋不出來而已 明明釣蝦可以很秋 我們兩個硬要比賽拼出勝負 彩真說他釣蝦習慣靠牆腳的位置 所以Lady First 哥 我 都可以啦 剛剛已經放了蝦了 已經放下去了 所以這個時候應該是 通常一放蝦比較好釣 還是放蝦等它冷靜之後比較好釣 放蝦比較好釣 真的哦 因為我們放蝦有所謂的黃金石 這個耳是各大蝦場 盡用的耳朵 看魚卵 那不要猶豫了,拿來換啊 每個釣蝦場都盡用耶 對 對,對 切一點 而且我跟你講是有吃重收的 有吃到的 正吃耶 對啊 我沒有吃過三杯的泰國蝦 一般我們都吃三杯雞 三杯透收嘛 它很醜 沒有剝的也是 我再洗乾淨了 好 台灣第一點 我放下我所謂的黃金石 十分鐘 十分鐘是它比較回去索爾的時候 如果這十分鐘沒有釣就可以換蝦了嗎 也不見得啦 它還是冷靜之後也會吃啦 真的假的 好煩喔 都沒有訊號耶 還是是 我只要跟妳預算一起釣 就是都釣不到啊 別這麼說 我們上次那兩隻是怎麼回事 不會啦 我們今天要釣的是大的 大的就需要有耐心 其實它那個大小 我跟你講 兩隻我就薄了 確實真的蠻大的 兩隻我就薄了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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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種 通常有一種釣法就是 我就是放著不理它 它就會來吃 對 對 它就是覺得 你沒有戒心了 對 它就放低它的戒心 你就不理它就好了 人家又中了啦 它撲到尾巴耶 對啊 我有號 為什麼妳也有啊 好像很像 這樣 脫鉤 脫鉤 要打用力一點 沒有 它釣了 要打用力一點 應該是它的殼比較硬 很重 對面很重 那我們兩個在幹嘛 那我不知道我在幹嘛耶 嗓飆 不會啦 待會兒就來了 我們今天應該不會就是來 測水深而已吧 不好說 不會 我一定會讓你釣到蝦林 不要緊張 我們要緊張啊 可是為什麼這裡都沒選好 太怪了吧 還是其實用都是雞桿 用輕輕的帶一下 用這個 雞桿吃就不太行 同一個蝦池 左鱗右舍平平中鉤 只有我們兩個還沒開壺 除了技巧問題 裝備與釣耳 往往左右了蝦站的勝敗 既然是釣蝦女神 有幾樣秘密武器也是應該的 我們來看看換一個鵝會不會比較咬 要換什麼鵝 這個鵝是各大蝦場競技用的鵝 它這裡可以讓人家用這個 鱱魚蛋 鱱魚卵 那不要猶豫啊拿來換啊 對啊 既然是大家的競技 搞不好就會比較 每個釣蝦場都競技用耶 對啊 所以我也很好奇 我沒有用這個釣過耶 我也從沒用過 我從來沒有用過 因為每次去釣蝦場 他們都是就是告訴你說 這個不行喔 那個真的用喔這樣 而且你知道釣蝦場啊 咬度最好的位置是哪一個 哪一個 轉角 真的嗎 真的 因為泰國蝦有 泰國蝦是熱帶的蝦 它是泰國來的蝦子嘛 對 所以它喜歡熱帶 它喜歡水溫高一點點的 對 那這個轉角它 轉角那個直角有九十度 對 所以它很喜歡 轉角有九十度啊 轉角為什麼是九十度 直角不是九十度 轉角不是九十度 好 開玩笑 你剛剛釣水平面算的水平還180度 對 對 對 有道理耶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剛剛你看對面起的蝦子啊 對 沒什麼在證實的 它都來不及放嘴巴 你想想它的爪子那麼長 對 可以來囉 它就一直在玩我的耳 你看 它一直在玩我的耳 它一直這樣子 夾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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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我 有 整個被吃掉耶 對啊 因為二頭被吃掉 那還超久耶 如果它是沒有東西 就這樣 明明有蝦迅 卻一直放牆 真的很讓人無言 才真說 釣蝦需要沉穩的耐心 以及小技巧 種蝦後要懂得讓蝦 而不是像釣魚一樣 要猛拉羊肝 不過至少可以證明 這鱻魚腸是有用的 讓我們繼續等下去 你看嘛 釣蝦就是這樣 有的時候你做錯地方 風水不好 就是 講白一點就是衰啦 對 我離你遠一點 哈哈哈哈 剛剛 然後我等一下騎一隻 就不知道是誰衰了 不要跑 好不容易的 好不容易的 妳要不要往前走 抓 抓身體 跟妳說 我跟那個櫃子一般高的時候 我就在釣蝦了 對 好像不是衰 沒錯 他剛剛說要離我遠一點就起了耶 怎麼辦 我跟你講 妳大概沾一點點關係 真的 而且我跟你講是有吃重溝的 有吃到 真的吃耶 正吃耶 這是正吃喔 這個是厲害 不是說 不是說 不是說像人家打到手嗎 打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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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就在這裡 真的 真的耶 有沒有 漂亮耶 漂亮 這隻跟裡面那隻差不多大 怎麼辦 那可以驕傲很久 可惡 不好意思 煩耶 有沒有 而且他離我遠就重了耶 有沒有 那我沒看過那麼大的蝦 我現在給你一點時間了 重了 有夠難等的 有夠難等 其實不好釣耶 真的不好釣 要技術的 因為他的 因為他會這樣子 他這個 他會先夾到 然後夾 你看 他根本自己都凹不進來 他自己都凹不進來 你知道嗎 所以他要凹很久 很久 送到了 重點是你還讓他正吃喔 對 他送到嘴裡 他完全送到嘴巴的時候 然後我就看那個訓告 我就 嗯 吃到了 就上 那你真的會釣蝦耶 我會釣蝦 他真的會耶 我會 我上次 我上次不該羞辱他 我跟你講 我除了釣蝦 可以以外 我還可以釣什麼 你知道嗎 我還可以釣 白帶魚 白帶魚刷 甩鹿羊 用軟蟲 你用軟蟲 幾接對了就 沒有啊 這樣子 好囉 那我再繼續看還有沒有 因為一隻可能只有半飽而已啦 這只要兩隻才會飽 是 你剛剛就說一隻會飽 你留點給我釣嗎 沒有 我剛剛沒有釣到的話 就一隻會飽 而且有釣到可能兩隻才會飽 就胃有沒有 這樣 換我 放到胃裡面 殼一起放進去喔 不行 好 繼續 對 往邊那個 沙裡的泡泡 沙裡的泡泡 這扇魚腸果然是必殺了 據說 因為泰國蝦對鮮紅色有特別好感 有了鮮魚腸的神助攻 割槍的先機拿下一分 有了好的開始 離成功當然不遠啦 讓我們繼續掉下去 為什麼不堅持住呢 怎麼會有這麼高 幹嘛 怎麼會有更高 怎麼會有更高 怎麼不高 妳是怎麼會有更高 妳是這一隻 他們應該要拿一隻手的感覺 等一下 你這隻沒手 好不好 有了 那這隻沒有手的是我 我把它離開你的手 沒有這麼快 真的使出一隻手 這次是我的 這是紙片 這就是妳做的 對 它叫做油燜香 這是中國廚藝學院 才學得到的醬汁 它是廚神的土地 超香的 還行嗎 還行嗎 可以耶 台灣第一店 欸 我真的掃一隻手 這是我的 這是紙片 你剛剛掃那麼多 真的 真的 老闆沒有這樣 幫人家這樣 還在那掃一隻手 不要 真的 幫我那隻手 幫我那隻手 幫我那隻手拿出來比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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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的 真的啦 真的 真的 這隻手 其實是他的 什麼 那隻手是他的 你知道嗎 這隻手其實是他的 我覺得不是 算了 換你 沒關係 上一集 等一下我們一起吃啊 好 怎麼樣 到底是釣我的蝦 還是他的蝦 好好笑 釣個蝦也可以這麼報效 但悲慘的是 除了這兩隻蝦 再也沒有大蝦工上門的 實在是太讓人心寒了 只好換個地方 好好取暖一下 好可憐 來 一眼 要掉到我 媽 等一下 一眼 一眼 兩眼 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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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羅漢哥的釣蝦場裡 還有一個可以讓小孩 初學者家庭一同同樂的釣蝦池 不限人數 不限時間 更不收釣竿費 唯一的費用就是 釣上來的蝦 要趁重量收費 據說比直接買蝦還便宜喔 這裡溫暖多了耶 這個好溫暖喔 這個感覺好溫暖喔 對啊 剛剛那邊我心都涼了 我知道了 來到釣蝦場跟釣蝦池 跟選擇大小是有祕訣的 對 你知道什麼祕訣嗎 什麼祕訣 就是說你如果今天帶的是 你剛認識的 不管是男朋友還是女朋友來 你就帶他去供那個 超級大公家 因為你會聊天的時間很多 就可以一直聊天啊 可是因為那邊 沒辦法閃避你的水風 不用 就聊天就好了 就那個時候跟他聊觀念 手把手的 對,教他吊的 然後如果運氣好的話 蝦子賞臉 你釣到一隻大的 他就已經 覺得你好厲害 他完全連他都中鉤了 這個不錯 這道不錯 對 那你馬上就是雷神索爾 雷神索爾 好不好 他就一直索爾 等到都會釣了以後 就要來這種拉爽爽 或者是一般有沒有 蜂蝦池 綜合池 母蝦池的這一種 我覺得會比較好 這是有策略的 真的 真的 我終於發現 我們張大哥在設計 他這六、七個池的原因 對 交往的時間長短 來決定吊哪一池 對 如果兩個人都可以找到 同樣的興趣 其實是滿好的 真的 話題也夠多了 對 對不對 不錯 哎唷 好囉 哎唷 哎唷 還痛嗎 脫鉤了 等一下 我的應該是... 我的應該是中的 哎唷 還怎麼會這樣 認知 怎麼會這樣 好不好 怎麼會這樣 一直種蝦是不是 這個 這個才是我的水準 這個才是... 你不要夾我 你這麼小夾的不會痛 你知道嗎 不要夾我 但是... 真的才是你的水準 想當年一小五、三十二隻 我說你沒騙你吧 真的沒在騙你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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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練基本功 不限時間 不用開單 吊多少算多少 心情一放鬆 隨便吊都是大豐收 既然吊了這麼多蝦 當然不能浪費 據說彩真 除了會拿吊桿 鍋鏟拿的也是有模有樣 今天讓他好好露一手 傳承至中國廚藝學院的好滋味 哇 這就是你做的 對 它叫做油燜蝦 油燜蝦 對 你有吃過油燜蝦嗎 有 它就是油燜蝦 油燜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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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手 它是廚神 廚神的復弟 出來自己做這個蝦 交通 你試成煮 對 超香的 還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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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耶 是不是 它做什麼料理都很好吃 但是我覺得它對蝦籽加 тобой超和的 這個醬很酷 我先吃一個看他蝦 好 自己調的有沒有 對 我覺得還是這種賽食 最適合我了 好不好 不用追求什麼大東西了 剛好就好了 一口就可以了 今天 我跟你講 我去釣蝦場 其實我很挑釣蝦場 我自己如果去釣蝦 我是很挑的 如果去一次 它的蝦子是有味道的 辛或是苦味的 我就不會再去了 確實有一些 它會有養殖上面的飼料 讓它味道很好吃 乾淨 對 但是你約我來 我剛剛釣了這麼多 我剛剛 我們後面真的釣蠻多的 對 只要鬆爽沒在開玩笑 真的 釣了這麼多 你用了這個東西 當然沒有 這邊的料理很厲害 我只是讓你試一下 一般釣蝦場 你覺得吃不到的料理 通常 朋友只要認識多多 只要打個暗號就有對不對 很好 台湾第一點 很好 有沒有 有 一個巴掌拍下去 就響得起來了 真的 這個 蝦子料理真的很厲害 我不知道從哪一個開始 而且你根本不知道 哪一隻是你釣的 這不用管了 不重要 我想要認識老闆就好了 我先從這個來好 好 我們從清淡的來 從清淡 好 清淡是哪一個 這個是泰式檸檬 泰式檸檬嗎 從檸檬來好不好 好 來 來 謝謝我的釣魚師傅 介紹了這個釣蝦 我釣魚師傅 我還不是釣蝦師傅 釣蝦你回頭看一下 是我先釣到的 真的 是我先 好不好 而且第二隻 還是因為它手斷掉 對 然後你再把它釣起來 這樣起來 對 好 先吃一個這個 好 檸檬蝦 好 然後檸檬可以先開一個味 開味 這個實在是 你看這個 這個蝦就是 我跟你講 新鮮 對 新鮮的蝦一看就知道 本的還是Q彈 鹹甜粉我喜歡耶 然後有點酸酸的 我喜歡 很適合夏天 一種雲脂的味道 再來來吃哪一個 奶油 奶油 好 那你自己來囉好不好 因為我只當我老婆的蝦米 其他人我是不當的 好不好 我也怕 就算妹在鎮 再怎麼鎮 我也沒有辦法 這香耶 真的好香喔 而且新鮮的香 它麥子就是彈 不是粉 然後它Q彈Q彈 Q彈凝雅 Q彈凝雅 泰國下注這個魅力 令人覺得舒服 接下來我還能再吃奶油 你覺得蒜蓉怎麼樣 蒜蓉 這有一種 幾乎都是板頭菜的感覺 這一個是板頭菜 板頭菜嗎 對 大菜 它下面是粉絲嗎 是豆腐 有像是放板條 好燙喔 蒜蓉超香 好香 我的老天爺 老闆我要麵線 很適合拌麵 這真的不錯耶 真的不錯 好吃 再來一個 可以往重口味來 好 三杯線 直接囉 直接來囉 好 三杯調味 料汁剛剛好 腿太甜 好了 你手指頭 沒有剝的有吃 我再洗乾淨我的手 好 一吃蝦對我來講 還是有個樂趣 就是你還是可以 有那種 手洗乾淨 它剝剝剝的 感覺是不錯的 對 好吃耶 我沒有吃過三杯的泰國蝦 一般我們就吃三杯雞 三杯後手 三杯甜雞 三杯小腿 好好吃 我沒有吃過泰國蝦的三杯 好吃 好吃 上次跟你調 胡椒喔 歐柳 要歐柳 歐柳 歐柳 你成功了 這次又釣蝦 又成功了 我們下次再來約一個 白帶雨好不好 好嗎 白帶雨 白帶雨 下次約一個白帶雨 夏天剛好適合小高高 小高高 對啊 沒事的時候啊 白帶雨都可以玩 對 那如果在這些期間以外 天氣還沒到不運學的時候 來釣蝦蝦 練習手感 對 來這邊 它這邊其實蠻不錯的 可以帶小孩來釣 可以拉爽爽 可以拉爽爽 可以吃了 就放著在那邊拉 只要先教他們 不要勾到自己就好 對 感激不盡 你適合 謝謝 今天你就介紹我一個 離台北市近郊 這麼近的一個地方 好像又可以直接有釣蝦 而且還是有獨一無二 超大紅蝦 超大 真的很大 你是不是很強啊 以前如果有人跟我講說 那隻蝦可以有這麼大 我就跟妳講說你在 對不對 但現在 我今天看完了 真的長那麼大 就這麼大 釣不釣得到 全靠技術 我以為是全靠農品 因為我剛剛沒釣到 靠技術 靠技術 對 你如果跟桌子一般高 就在釣蝦 你就釣得到 好嗎 漂亮 釣蝦是一項很棒的休閒活動 一個人可以隨心所欲 兩個人可以切磋技術 當然也可以隔家光臨 一起釣蝦聚餐 一般釣蝦場會限定釣耳 是因為釣客使用的耳料五花八門 飛翔水質 羅漢哥的蝦場 用火水解決水質污染問題 讓客人釣得開心 吃得也放心 你有多久沒有好好陪陪家人了呢 找個時間帶他們一起來享受 拉肝樂趣吧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 有沒有什麼獲得呢 如果有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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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